5月14日早上 4月14日 在1983年 8月13日 不让公司间 并且认为 未将成功的全过程 观众知道的就是 2018年5月14日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但是具体这个事 怎么发生的 整个开始的过程是什么 观众是不知道的 这个职业是以一种 什么样的精神 在面对自己的工作 而这份工作要承载着 很多人的平安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呢 这事件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 塑造一个英雄人 你要使出十二分的力量 都是这样 真的就比较真实 当时刘机长 梁机长 徐日晨 陆驾驶 在800公里的风俗下 是怎么坚持的 我真的很难以想象 飞行员也是一样 有使命感的 跟这个原型 多去交流 多去探讨 才能够知道 怎么去呈现那个人物 OK 到底 好 OK 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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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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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这个戏能瞩目 刘伟强导演也有很大的压力 大小城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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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A329飞机 包括它的驾驶舱 第一比一环境 三舱联动 也是国内第一次做的 它的精确度 误差不超过0.1度 可以抚养转 它有很多吸引观众进电影院的理由 一定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官视听的体验 中国机场感动于中国 感动于我的 感谢观看